當大家用Facebook或WhatsApp聊天時 除了用文字、相、Moismessage之外 都是不免會用到Emoji 雖然大家經常都會用Emoji 但關於Emoji的冷知識 你又知道多少呢? Emoji這個字其實是由日文的 即是圖片 加上Moji 即是文字組合而成 在1990年代 日本三大電訊業共同開發Emoji 但最初的Emoji只是單式 簡單的像素圖案 而且數量不多 不過經過這麼多年的發展 已經慢慢變成今時今日多樣化的Emoji 同時 因為Emoji是來自日本的 也解釋了為什麼很多Emoji 都會跟日本有關 話說話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為什麼日曆的Emoji 會是7月17號呢? 其實是因為 2002年7月17日的 蘋果Mad World大會上 第一次出現了日曆的答案 所以 這日就定為世界Emoji日 就知道了 在Facebook 每日有超過6000萬個Emoji 被使用 而Facebook Messenger的Emoji 使用量更加超過51個 而當中 最常用的Emoji 當然是笑喊君 笑喊君真正的名字 其實是叫做 Face with tears of joy 而這個世界知名的Emoji 更加在2015年 入選牛津字典的年度單字 下次大家查看影片的時候 不妨留意一下